11月14日,生日快乐,克洛的莫内·奥斯卡·克兰莫内 莫内是一位著名的法国印象派画家,他的一生深受人们的讨论和赞赏 莫内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技巧描绘自然景观,尤其以其多年来对睡莲花园的描绘而闻名 莫内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起伏和挑战 他在年轻时面临了贫穷和困难,但他始终坚持着对艺术的追求 他秉持着创新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绘画的束缚,将艺术带入了新的境界 他的画作充满了光线和色彩的变化,捕捉了自然景观的瞬间美 他以快速的笔触和明亮的色彩展现出光的效果,为观众带来一种独特的感受 莫内也是印象派运动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与其他画家共同探索着追求纯粹感觉的艺术方式 他们放弃了详细和逼真的描绘,转而追求捕捉瞬间印象和观察主观感受 莫内的艺术成就广为人知,他的作品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画廊中 他的一生是艺术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他的作品永远影响了后世的画家和观众 莫内离世后,他的影响力仍然持续着,他的作品继续启发着新一代的艺术家 他留下的艺术遗产是无可取代的,他的一生将永远被议论和研究 他对艺术界的贡献将永不消失 莫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他以其对户外绘画的独特运用而闻名 莫内善于捕捉自然光线和景色中的瞬间变化,并将之忠实地呈现在他的作品中 莫内喜爱在户外进行写身绘画,这使他能够直接观察并捕捉到光线和色彩的微妙变化 他常常在不同时间和天后下绘画同一场景,以便捕捉到其不同的氛围和光影效果 为了追求更真实的效果,莫内使用了大量的快速笔触和明亮鲜艳的色彩 他运用短而有力的笔触来描绘物体的外形和细节,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和动感 除了技巧上的创新,莫内还对光线的运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观察到光线在不同时间和天后下的变化,并用色彩的变化来表现这些差异 例如,他使用不同的颜色和色调来描绘日光、阴影和日落时的景象 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更丰富和立体的视觉效果 莫内的艺术过程和技巧不仅对当时的印象派画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且对后世的艺术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的创新和追求真实感的精神,使他成为艺术史上的伟大画家之一 莫内的作品引领了印象派画家探索户外绘画的新方向 他的独特技巧和对光线的观察使他能够真实而精准地呈现自然景色的变化 莫内的笔触充满生命力,色彩鲜艳而丰富 使观众感受到光线的穿透力和景物的立体感 他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也对后世的艺术家和观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莫内的艺术过程和技巧揭示了对自然美的追求和对光线变化的敏感性 这使他的作品成为无尽的灵感来源 启发世代的艺术家踏上创作之路 莫内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广大的认可和喜爱 而且至今仍然被世人所欣赏和珍藏 他的艺术成就和对自然的观察使他成为艺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之一 莫内透过他独特的技巧和对光线的敏感 创造出了一系列美丽而精彩的作品 将自然的变化和光线的魔力带给观众 他的艺术启发了后世的画家 并成为许多人学习和追求的榜样 莫内对户外绘画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印象派的艺术表达方式 也带动了艺术创作的革新和发展 莫内在年轻时面临了贫穷 但他秉持着创新的思想 克劳德莫内是19世纪著名的印象派画家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对后世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 先为人知的是 年轻时的莫内曾经面临着极度的贫穷 莫内在他的艺术生涯初期经常因为财政压力而困顿 他在巴黎过着贫困的生活 无法负担高昂的艺术品材料和租金 尽管面临困境 莫内并没有放弃他的艺术梦想 而是持续努力并展现出了创新的思想 莫内开始尝试着描绘他周遭的日常风景 特别是户外风景 他注重捕捉光线和色彩的变化 追求对于自然的及时感受和表达 这种创新的观点使他的作品与当时传统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 为印象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莫内对于艺术材料的使用也展现了他的创新思想 为了节省开支 他常常在画布上迅速涂一些颜色 以捕捉光线和气氛的变化 而不是像传统的方法那样进行精心的素描和绘画 这种自由的表达方式使他的作品读术一致 全新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界限 最终 莫内的创新思想让他超越了贫穷的困境 成就了他在后世的艺术地位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艺术的创作 更是一种对于梦想坚持和超越困难的象征 莫内的故事提醒我们 不论面对何种困境 只要怀着创新的思想和坚持的信念 我们都能够突破困难 实现自己的梦想 有什么方法让自己产生创新思想 创新思想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都至关重要 它可以带来突破性的改变和竞争优势 然而 有时候我们可能感到困惑 不知道如何激发和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 以下是几种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创新思想和想法 一 广泛阅读和增长知识 通过阅读各种不同的主题 可以扩展我们的思维事业 激发新的想法 从不同的行业或领域中获取知识 有助于我们应用跨领域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二 开放思维和寻找新的视角 放松既定的观点和想法 勇于尝试新的方法和观点 培养开放的心态 愿意接受新的声音和看法 这有助于拓宽思维空间 从而寻找到创新的思想 三 增加创造力和想象力 通过参与创造性的活动和游戏 可以启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例如绘画 音乐 写作等等 这些活动可以激发我们的大脑 从而产生新的想法和思考方式 四 刺激于挑战 寻找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情境 这样能够激发我们思考和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 挑战可以激励我们超越舒适区 突破常规思维并找到新的创意 五 鼓励团队合作 与他人合作也是产生创新思想的重要方法之一 通过团队讨论和脑力激荡 可以产生更多的创新想法 与不同背景 专业知识和观点的人合作 可以带来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总结来说 要产生创新思想需要开放的心态 广泛地阅读 增加旅行机会 增强创造力和想象力 并积极寻找新的视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